红大链之后我们要焦点转到了红海身上 特别是澳田是不是急奔台北 那么红夏链在今天晚上 是不是会发表共同的声明 不过现在时间也是晚上七点钟了 那么烧带友最新 我们会及时跟大家做掌握 不过这消息从早上一直传到现在 我们看到整个红夏链谈了五个多月 是不是在今天能够拍板定爱 那么日本媒体传出 夏普的社长澳田会在今天晚上来到台湾 那么夏普股价更是瞬间游黑翻红 不过郭董却在这个九月六号 就跑到这个印尼根大陆进行这个协商考察 那是否礼拜六红夏双方才会有可能约会呢 那么红海也请外界不要一直去掀锅盖 这样子红夏链才有可能成功 这个事情我看一定会选的 看这个国家双子的公园 这几天都没来 红夏链谈得辛苦 阿土伯却一点也不担心 9月7号红海股价收在89元 小涨0.6元 现在还有网友传出红海股东揪团买夏普 要把郭董送进夏普董事会 但阿土伯说只要郭董低调点 红夏链就会赢 好数多猛 阿土伯的话郭董有听到真的低调不见面 红海内部员工透露郭董9月6号就出国 前往印尼跟大陆考察 但日本媒体却传出夏普社长奥田 预计9月7号从日本启程 台北晚间9点50分抵台 要跟郭董见面 夏普股价也像红夏链般峰回路转 重传出社长来台的消息后 夏普股价从一开始跌4% 瞬间转红最高达210日元 抵押大楼之后股价反而跌 所以说整个市场的人心跟日本的名气 是希望夏普能够被红海给介入 外界揣测双方可能会在9月8号见面 但红海表示不便对外说明合作进度 要媒体聚焦红夏链成功 对台日产业带来的效益 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 那么明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燃到百分之百的加热 我们还要再提出扩充的计划 我想我们每个全球会设上百座的工厂 对郭董来说 现在可是老神在在 红海代表三元一郎 也取得借工厂副社长职位 郭董稳稳踏入夏普经营低步 只是夏普经营每下遇况 难怪澳田直奔台湾 就等郭董出招直卸 东森财经新闻 陈文堂温斯汉台北报道